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 来深圳这么久了 还不知道在华江北如何避免被坑被窄 今天这条一分多钟的攻略视频 全是干货 尤其是最后的那个店铺 其实华江北是一条电子产品的商业街 买手机耳机电脑平板都有特定的商铺 千万不要走进路边的某某抓卖店 因为有可能比你家附近的手机店还贵 你们可以找到这个远望数码商城 在这里面买一件都是批发价 整栋楼一共有三层 一楼这边主要是做手机维修的 你随便找一家换个手机电池可能才七八十块钱 然后二楼的覆盖面积比较广 主要就是售卖一些智能手表 大江无人机 吹风机 音响 苹果耳机 等等等等 还有一些手机贴膜和卖手机壳的店铺 基本上市面上能见到的电子产品 在这里都能买到 而且价格还很便宜 像我贴的这个钢化膜用完团购油画才花了一块钱 三楼是专门售卖全新手机的 一家店铺里面可能就放了几百台苹果华为 这个场面是真的很壮观 而且你们知道在这个数码商城里面 一百块钱能买到多少东西吗 对啊 没错 都能换哪些东西啊 这个套餐可以换到一个 十一万转的雀风机 还有一个蓝牙耳机 还有一个手机支架 就是三个都才一百块钱 对的 还有一个套餐里面可以换一个筋膜枪 一个运动蓝牙耳机 还有一个小风扇 还有一个手持自冷风扇的套餐 说实话 这一百块钱能在华香北买到这么多东西 我的天啊 是真的好值啊 是真的好值得